AEUD ACI TY 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網路上Google 直接用它的名稱去Google 就可以找到它下載的地方 它是一個自由軟體公眾授權的 所以不會有任何版權的困擾 而且它萬國語言 什麼語言都有 所以直接在這裡按download 另外呢 因為它MP3的授權是另外授權的 所以它是商業授權的 所以各位如果要處理MP3的檔案 要存檔的時候 它會跟你要解碼器 所以你要另外安裝一個外掛 MP3的外掛解碼器 那外掛的地方在這邊 你加一個 搜尋的時候加一個LAME 就可以找到它的 LAM 那個AEUD ACI TY的下載的官網 這是它下載的官網 然後它的外掛在這邊 LAMMP3 encoder 這個東西只要裝了之後 你的這個軟體就可以編輯MP3的軟體 而且可以存檔 但因為它不是公眾授權 所以它不能包在裡面 它要另外下載 這個是要另外下載的 那在這個地方 LAMMP3 DOWNLOAD PAGE 然後這裡 這裡直接下載安裝了就可以了 好 各位我們今天要介紹音效剪輯 那音效剪輯呢 在 比較 自由軟體界比較有名的 大概就是這一套 AUD ACI TY 那我們都盡量採用自由軟體 因為它功能強大 然後又 公眾授權 所以你不用擔心版權的問題 那在這一套軟體裡面 它的那個MP3的編碼 它是要另外安裝的 另外安裝的 所以如果你要處理MP3檔案 最後要存檔 記得要去裝它的外掛 MP3的外掛的音效解碼器 那它基本的用法是這樣子 我們要把音效檔先叫進來裡面 所以我們用檔案開啟 然後就去找 你找好的音樂 找好的音樂 它會把音樂露得進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高高低低的 這個叫聲波 聲波 那聲波它有高低的正幅 正幅就是擺盪的那個範圍 基本上擺盪的範圍越大 聲音就越大 越小聲音就越小 我們來試聽一下 那這個如果有到頂的 正幅有到頂的 表示那個都幾乎是 喇叭要破音的邊緣 好 那我們這個 這上面是操縱的介面 操縱播放的介面 然後剛剛你看到這個綠色的箭頭 這個就是它播放的進度 那這首歌呢是左右聲道的 就是立體 一般我們講的立體聲 所以它是左右兩個聲道 那一般我們處理就會兩個一起處理 如果你要左右聲道分開來處理呢 你要在這個地方先把左右聲道先切開 切開 然後個別處理完 這樣是分開的 那個別處理完之後呢 再把它呢 合在一起 再把它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沒有特別選的話 都是合在一起處理的 好 那我們如果要處理一首歌 好 那像現在這個聲波這麼密集 通常我們不容易分出段落 那所以我們會用這個放大鏡 先把它 放大鏡先把這個聲波的部分 稍微分開 這又分太開 那你按放大鏡之後呢 你按左鍵是放大 按右鍵是縮小 左鍵放大 右鍵縮小 所以如果你一直按右鍵 它會縮 一直縮一直縮 這樣就太密集 那你可以按右鍵 按左鍵放大 按右鍵縮小 所以像大概放大到這個大小 你比較能夠分辨說 哪一句 開始哪一句到結束的地方 比較容易分辨 所以你剛剛可以聽得到 我們把它切換回指標的選擇工具 從這裡 這個高峰 到這個低峰 它是一句嘛 所以你可以單選一段起來播放看看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以這個例子 先來講一個 基本的複製貼上跟剪下的部分 好 那假設這一段我要叫它唱兩遍 好 我們先聽一下這一小段好了 好 所以聽過了 那我現在這一段讓它唱兩遍怎麼做呢 好 就把這一段mark起來 好 mark起來之後 編輯這裡有一個複製 好 那複製好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點到你要貼上去的地方 編輯貼上 好 編輯貼上 好 剛好 你要點好你要貼的地方 然後編輯貼上 那這樣子這三段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聲波長得一模一樣 好 所以基本上它會唱三遍 好 我們來聽一下 好 好有沒有很神奇啊 所以它這一段就可以唱三遍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要把它移除呢 一樣是把它選起來 好 選其中兩段 然後直接編輯剪下就可以了 好 那就會回到剛剛正常的一段的狀態 好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複製貼上跟刪除的部分 好 好 那麼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一些常用的 常用的東西 好 那我先把它移到這一段歌的最前面 好 各位聽一下 好 剛剛音樂下的地方 從最前面這裡 你看這個聲波 一開始沒有聲音 對不對 好 我把它放大一下 好 你看這個地方一開始是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 然後到這個地方突然音樂就下來了 好 有聽到 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後如果說像我們在一般在剪輯聲音的時候 我們通常 如果不想嚇到觀眾 好 那我們通常會讓那個背景 如果是做背景音樂 好 它是慢慢進來的 那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這個地方 好 就是一開頭的地方 我們把它選一段起來 那在效果這裡呢 它會有一個叫淡入 就是慢慢的進來 好 所以如果你選了淡入 它就會把前面縮小 讓它慢慢的聲音 慢慢的突然 慢慢的變大聲 不要突然變大聲 好 有沒有 這樣就比較柔和了一點 好 那所以通常我們會在 那個音效的地方 你看這個 這個也剛好有淡出的效果 好 慢慢變小聲對不對 好 好 那假設 假設我們今天這一段是結束 好 這一段 假設這一段是結束 好了 好 假設這一段是結束 那它本來是這樣子 好 那假設我要讓它做淡出 那我就一樣 效果 淡出 它就會慢慢變小聲 好 那後面這一段我把它拿掉 編輯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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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聽一下後面 最後面 剛剛這一段 慢慢變小聲 有沒有 慢慢變小聲了 這個就是淡入跟淡出的效果 那通常用來做背景音樂 慢慢進來跟慢慢出去 好接下來我們來做那個左右聲道分開的部分 就是獨立把兩個聲道做處理 那我們這首歌應該是小水果 好 那我們先來聽一下 先來聽一下 好前奏的部分 好我要找 我要從那個人唱歌的地方開始處理 好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人開始唱歌的地方 我們確認一下 沒錯 好 所以這個地方是開始唱歌的地方 那 我們找一段 找一小段 好這前面兩句了 從這裡 好到這裡 好這是前面的兩句 前面這兩句 好我們現在呢 先把兩個聲道分開 所以你要點這個小箭頭 分割立體聲 它會變成兩條 變成兩條 變成兩條之後呢 現在我把上面這一段 左聲道 好左聲道 我把它弄成這個男聲 男聲唱好了 所以我可以呢 一樣把它框起來 剛剛框到哪裡 忘記了 不管了 好我把它框起來之後呢 在我們的效果裡面 這邊有一個 變更音高 那音高呢 如果你往左邊 它就會變比較像男聲 的聲音 好 這有點可怕 再稍微高一點 好假設就用這個聲音了 就按確定 好 它的聲音就變了 那接下來我選 下面這一段 好 選到同一個地方 然後呢 一樣是用 變更音高 那這時候把它調高音 這比較像女聲的歌 唐老鴨去了 好了不管了 好就把它變一個聲音 等一下我們主要聽到的是 就把它按確定 等一下會有兩個聲道 不一樣的聲音 好 那我們從 前面這邊來 但是在 剛剛已經把它分開了 所以這時候我要做合併 把兩個 立體聲道把它合併起來 製作立體聲道 這樣就會合在一起了 好我們來聽一下 注意聽兩邊的聲音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兩個人在唱歌 這個就是卡拉OK製作的原理 那卡拉OK通常是 有一個聲道是做音樂 然後另外一個聲道是唱 人唱歌的部分 那你把人唱歌部分 靜音之後 那它就會只顯示出那個 只播出聲音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唱歌了 好 所以卡拉OK大概是這樣子做的 好 好那麼如果我們要 比如說要做那個廣播劇 廣播劇通常會有音樂進來 然後會有人講話 這時候呢 來我們先來找兩段 我直接從那個電腦的 媒體庫裡面的範例音樂來抓 這是媒體庫裡面的範例音樂 然後我再開 我自己再錄一段音 大家好 等一下 我先把這個音樂關掉 這裡有一個靜音 靜音先把它按靜音 然後我們重新來錄一段音 大家好 歡迎收聽 文聖老師公告 最後 如果你檔案編輯完畢 要匯出 這個MP3的 檔案的話 請你在檔案這裡 直接匯出音訊 然後注意的是 在這個地方 要選擇MP3的格式 然後再按存檔就可以了 就可以 匯出MP3的格式 要按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MP3的匯出